欢迎收看汉天生活报道 我是张肖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由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美中友好城市协会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 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以及林志平慈善基金会 共同主办的飞虎队和平援助武汉行动 南加州地区慈善捐款活动 3月6日傍晚与洛杉矶圣盖博士如期举行 美国飞虎队传播会主席于清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施远强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 美国空军退役二星将军 威廉姆·康恩 美国汉天传媒产业集团董事长 李济博士等各方代表出席会议 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请看报道 由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等机构 主办的飞虎队和平援助武汉行动 南加慈善捐款活动 3月6日傍晚 在洛杉矶圣盖博士如期举行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主席于清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 杰弗·福瑞 美中友好城市协会主席 戴维·赵博本 美中和平友好出境会会长陆强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成华 美国南加州北京联合会会长许少礼 等各方代表登台致辞 我们今天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 今天能主办飞虎队和平援助武汉行动 作为主办方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 今天在洛杉矶的海外华侨热链响应 赞助支持我们这个飞虎队 软柱武汉行动的慈善晚宴 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美中和平友好协会的主席和市长 亲自来和我们洛杉矶的华人华侨 来畅谈飞虎情谊 在自从中国疫情发生以来 新几多的华人亲牵中国遭受这样的灾害 尤其是我们飞虎队的脑兵的心中 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主办飞虎队和平燃住武汉行动 是在飞虎队脑兵的热烈的倡导之下举办的活动 我们美国飞虎队传播学会 今天我们是作为主办方 能在这里举办这样的活动 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赞誉 美国78年前 美国的老兵 美国飞虎队 他们在武汉的上空和赛战斗中 他们许多人负了重伤 是武汉的老百姓营救了他们 当武汉面对今天的这样的疫情的灾害的时候 美国飞虎队老兵心里放不下 他们主动要求要伸出软柱之手 来帮助武汉人民 自从中国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 充分花费会员的力量 调整整合国际国内的资源 筹备购买抗灾防疫的物资 为战胜中国疫情贡献力量 我们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的会员单位 林志平慈善基金会 是我们今天本次行动 本次行动的赞助商 林志平慈善基金会 是在广州的一个著名的慈善基金会 他们在这次中国疫情当中 他们捐线衣丝性口罩达到70万个 320个温控枪 为了帮助广东省抗疫防疫 他们又捐了50万人民币 给广东省民政局 我们另一个会员 京桥国际留学 他们在本次活动中 也积极地参与 我们这一次的飞虎队 软助武汉和平行动 他们为了隔离病毒 但是我们不能隔离未来 京桥留学 赵棚基金会 为提供为疫区的学生 提供600万的奖学金 以帮助这些在家的学生 免费提供雅思和托福的学习 所以今天我特别感谢 我们广大的洛杉矶华人华侨 特别感谢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的支持 我们能在这里举办这样大型的 南加州的慈善晚宴 获得了来自中国 获得了来自美国主流协会的支持 我们非常地感谢 飞虎队的大爱无疆的精神 感谢飞虎队 他们为世界和平 为出境中美友谊 奉献鲜鲜血和毕生的爱 Hi, I'm Jeff Green I'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ino-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We're the co-organizers of the event We represent th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orld War II in China Flying Tigers Hump pilots A ground crew Merrill's Marauders All the Americans who fought in China from 1941 to 1945 We all got together We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heir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y remember as young men was their time in China Their tim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When they saw this emergency happening they wanted to do something So we put the organization together We actually tried to get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to fly supplies into China Ran out of time on that We just had a large event in Northern California It was very successful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me out and supported the Flying Tigers by raising money and buying protective gear for the people particularly of Wuhan Wuhan's very important to the Flying Tigers We'll explain that later on But I just in the name of all the World War II veterans who fought in China They want to say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 their time in China and how much they hope the people in China overcome this disease So anyw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on behalf of the Flying Tigers I hope you all do very well in China coming to America Red So in the past 过去美国飞虎队它创造了一个典范 就是中美友好合作的典范 那今天是老兵立新功 那武汉疫情爆发之后 这个美国飞虎队老兵亲自号召大家捐款捐物 帮助中国人民抗击疫情 那我今天也是响应这个飞虎老兵的号召 今天晚上我要捐款一千美金 中国座洛杉矶副总领事施远强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盛盖博士袁廖清禾 美国空军退役两星将军威廉科恩 美国汉天卫视董事长李济博士 等各界人士出席会议 这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体现了我们侨界对国内侨胞的这种关心关爱和帮助 大家知道这个这次疫情呢 牵动了我们海外侨胞的这个这个心 我们总领馆在疫情发生以后 那么这段时间来受到了大量的 侨界侨团提供的这个捐款 还有捐赠的物资 其中有非常多的非常感人的这个故事 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我们侨胞 对祖国的这种 对祖籍国和祖国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感情 所以我们总领事还有总领馆的同事们也都非常感动 我们也会和侨界朋友们一起共同努力 共同做好这个对祖国 对这个我们这个防控疫情的工作的这种捐赠和支持工作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侨界同胞 在因为现在目前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确诊的一些病例 希望这个侨界同胞能够这个按照这个当地这个有关的这种指导吧 科学理性的采取一些这个防范的措施 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 同时呢也是这个科学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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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这个平安 这个顺利的这个继续在这个当地 使得这个发展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 大家能够这个恢复 这个过去的这个正常的这种好生活 78年前美国飞虎队战士 曾经在中国武汉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舒适战斗 期间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今天为了帮助武汉人民战胜疫情 飞虎队老兵在洛杉矶倡 倡导了一场和平援助武汉行动 让美中友谊传承下去 汉天卫视记者吕丽川圣盖博士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于当地时间3月13日宣布 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来应对快速增长的新冠病毒扩散 National Emergency从1960年颁布以来 美国只有两次因公共卫生事件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宣布 因为悉尼罗病毒而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使总统能够在危急时期 解决有效管理的问题 他们还允许总统冻结财产组织和控制生产资料 扣押商品在国外派遣军队 制定戒严掌握和控制所有运输和通讯 规范私营企业的运作 限制旅行 以各种方式控制美国公民的生活 以及该文件指出 长期以来美国总统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方面 拥有广泛的自由财量权 在宣布紧急状态时 可以动用一系列紧急权力 川普总统将于3月13日下午 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 川普今日在推特上与法国总统 伊曼·纽尔·马克龙谈及这一流行病 并同意在3月16日 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组织视频会议 以协调有关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研究工作 并研究如何应对经济影响 现在各州的州长和市长压力越来越大 他们要求采取行动以减轻蔓延 关闭学校和取消公共活动 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使政府能够调拨更多资源来抗击病毒 总统曾多次将冠状病毒与季节性流感相提并论 坚称他的政府可以控制疫情 参议院民主党人已敦促川普援引斯塔福德法案 和其他灾难声明要求 他们说这将为救灾基金发放超过420亿美元的资金 民主党在本周早些时候致总统的一封信中说 紧急声明说到各州可以要求联邦政府分担75%的费用 其中包括紧急工作人员 医疗测试 医疗用品 疫苗接种 医疗设施的安全保障等费用 民主党的安全保障 您是 Kazakh人的安全保障 您是opolitąć人的安全保障 您用对号标定入 the new actions we are taking,in our very vigilant effort to combat and ultimately defeat the coronavirus.we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on this. we'r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when you compare what we've doneto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it'spretty incredible. a lot of that had to do the early designation,and the closing of the borders. 如你所知,英國已經名字了 現在的熱場現在 我們封閉了這陣子一段時間 所以那是幸運 或是藝術或是幸運 叫它什麼你願意 但是透過一個很集合的行動 和共產生的決定 我們將會避免 危險的疫情 我也發布 Wednesday night 据KTLA报道 官员周四说 3月9日在波莫纳山谷医疗中心 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一名女子 此前一段时间一直与家人住在何涛市的一所住所内 据何涛市市政府官网3月12日上午更新消息 该女子于3月9日因心脏骤停入院 在入院后不久即不幸死亡 医院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名女子60多岁经常旅行 最近曾在韩国停留 3月9日她在医院急诊室接受了治疗 抵达医院时心脏完全停止跳动 官员表示这名女子不是洛杉矶县居民 而是在何涛市探访家人 干女子并没有在何涛市内旅行 她广泛地在国外旅行 但当来到何涛市时 她主要待在住所里 而不是在社区走动 何涛市市长安德鲁罗德里格斯告诉记者 据何涛市市政府官网消息 何涛市接到洛杉矶县官员通知 干女子没有在何涛市周围走动 主要停留在住所内 这位女子的家人正在接受隔离 同时据KTLA报道 为这名女子和她在何涛市的家人 提供医疗护理的第一批急救人员 现在也处于自我隔离状态 作为预防措施 医院发表声明称 死者去世两天后才被确诊是新冠患者 波姆纳山谷医院医疗中心 3月11日发表声明称 死者去世两天后 也就是在3月11日 医院才接到洛杉矶公共卫生部的通知 3月9日去世的女子被确诊为 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病人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急诊科 心脏完全停止跳动 医护人员立即为其提供抢救服务 干女子家属抵达时 披露了干女子的旅行情况 并对干女子的症状进行了评估 医护人员遵守了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和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制定的所有感染控制协议 患者立即被隔离 院方通知了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潜在的病例 经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批准 样品被提交到公共卫生实验室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不幸的是病人在入院后不久就死于并发症 波莫纳山谷医疗中心传染病学主任说 我们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遵守了所有适当的感染控制程序 并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照顾这名不幸死于并发症的病人 我们向病人和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公众健康 确保我们的病人、访客、同事、医生、志愿者和社区的安全 美国疫情蔓延47周 只有三周守住 多地学校关闭、景区关闭 白宫和五角大厦也决定暂时取消所有参观活动 美国进入关闭模式 全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又更快速了 12日晚上11时的最新数据时 确诊1663例 死亡41例 蔓延46周和华盛顿特区 27周和华盛顿特区宣布进入禁忌状态 截至12日晚上 全美只剩下东部的西北吉尼亚州 东南部的阿拉巴马州 西北部的爱德河州 三周尚未传出确诊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全国升温 从联邦到州、郡、从各级政府到各级学校 从博物馆、白老汇剧院到国家动物园等许多机构 12日陆续宣布暂停对外开放 许多娱乐活动也纷纷取消 数月以来对疫情发展一直冷眼旁观的美国 开始进入关闭模式 川普已经取消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的竞选活动 根据两名政府人士消息称 白宫也取消了12日晚间的盛派翠克节舞会 国会12日也宣布 国会大厦及参众两院办公楼暂停对外开放 直至4月1日 但联邦议员、记者、官方访客等仍可进出 白宫和五角大厦也决定暂时取消所有参观活动 但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表示 取消参院原定下周开始的休会 议员将留在华府制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法律 加州和福州的迪士尼乐园12日与环球影城也先后宣布暂时关闭 史密松宁博物馆系统在华府和纽约的所有博物馆 包括华府国家动物园本周六起暂时部队开放 纽约市各大文化娱乐机构12日先后发布闭管公告 包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 卡内基音乐厅以及林肯中心旗下所有剧院 白老会和外白老会剧院 国会图书馆12日宣布 所有大楼和设备将对外关闭至4月1日早八时 并加强清洁防疫 俄亥俄州、马里兰州关闭公校 这两州成为全美率先宣布所有K12年级停课的州 纽约证券交易所有可能关闭交易大厅 将所有交易改为线上进行 目前在筹备防疫工作 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员在华尔街日报发出声明 他们采取措施避免关闭交易所 但如有需要还是会执行 在面对大规模流行病时 他一直反应不足、还慢 他们甚至还希望全球大流行永远不发生 当地时间13日 川普发推怒批美国疾控中心GDC 面对新冠疫情反应不足 更是直言该机构此前在应对 假型H1N1流感时的反应就是一场灾难 在推文中 他表示 已经在新冠病毒检测程序方面做出了改变 并且将很快进行大规模检测 数十年来 美国疾控中心一直在审视、研究其检测系统 但却什么都没做 在面对大规模流行病时 他一直反应不足、还慢 他们甚至还希望全球大流行永远不发生 奥巴马总统以前做了些改变 但是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川普在推文中写道 不仅如此,他还怒批CDC此前面对假型H1N1流感疫情时的反应是灾难 他们对假型H1N1流感疫情的反应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 造成数千人死亡 而且至今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修正检测系统的问题 现在改变已经发生 大规模的检测很快就要进行 所有的繁琐手续都已经去掉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 截止美东时间3月12日下午 美国至少已经有145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包括死亡病例39例 全美4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出现了确诊病例 连日来随着疫情不断加重 公众对美国疾控中心应对措施的不满也在增多 前一段检测不利是受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 在美国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后数周 CDC不仅开展检测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且为美国各州提供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严重不足 许多美国卫生专家担心 因为前一段检测不利 美国可能存在已经许多未发现的感染病例 此外CDC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统计问题 以让公众十分挠头 自美国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以来 CDC的官方统计就一直严重滞后 3月2日开始 CDC的更新频率为周一至周五 每天中午发布 但当天发布的数据截止前一天下午4点 在美国疫情加速蔓延的背景下 美国各大主流媒体自行统计的确诊病例数字 往往跟CDC发布的数据相差百例以上 巴西总统亚伊尔伯索纳罗之子 参院爱德华伯索纳罗 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 很多的谎言很少的信息 随总统伯索纳罗赴美代表团的检测还没有出结果 总是有人在媒体上散布谣言 如果之后消息确实 他们会说 我就说过 如果没有就又是一个假消息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 伯索纳罗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目前巴西政府对此并未做出官方表态 伯索纳罗上周访美期间与川普会晤 并共进晚餐 当地时间3月7日至10日 伯索纳罗对美国进行了访问 并于7日与美国总统川普 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举行会晤 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 3月12日 陪伯索纳罗一同访美的巴西总统媒体事务部门负责人 法比奥·瓦恩加腾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 3月12日 美国纽约股市继9日之后再次触发熔断机制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均暴跌9%以上 已陷入技术性熊市 3月12日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屏显示当天交易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国际油价骤降 以及美国对欧洲实施旅行限制 是美国暴跌的导火索 从黑色星期一到黑色星期四 股市一周两次熔断 凸显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 也令总统川普在连任前景上蒙上阴影 川普11日晚在白宫宣布了抗疫一揽子计划 其中包括对除英国外欧洲国家的履行限制措施 从市场反映看 这一计划不仅没有起到提振信心作用 反而加大了恐慌情绪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在开盘后迅速下跌7% 触发熔断机制 12日中午 美联储试图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盘中救市 然而仅迎来昙花一现的一波反弹 随后股市继续深度下跌 衡量股市投资者恐慌情绪的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又称恐慌指数12日午后一度飙升至76.83点 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历史极值 截至12日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与各自近期最高点位相比分别累计下跌 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和百分之二十六点六 从技术角度来说 通常累计下跌百分之二十即进入熊市 目前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正在逐渐显现 而股市是体现疫情影响的一面镜子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市主任 罗振兴指出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信心不足 近期美国消费相关数据不会太看好 疫情势必增加投资风险 而出口方面 由于国际油价走低 一些美国页岩油气公司 尤其是中小公司面临破产风险 不少机构和经济学家 也对美国经济前景做出悲观预测 彭博社认为 未来一年内 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上升至53% 是2009年6月摆脱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前美联储副主席 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认为 疫情将作为一股衰退力量影响美国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 今年的美国大学也将受到影响 尤其是川普的连任前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问题专家孙微浩说 川普执政后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突出强调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 股市震荡破坏了所谓的经济安全 疫情发酵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 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美国优先将同时失去这两大支柱 美国历史上不能连任的总统是少数 而连任失败原因大多是未能处理好经济危机 疫情不是皮球 不能踢走了之 美国政府尚未拿出有效防疫措施之际 却以欧洲控制疫情不利为由 禁止欧洲国家人员前往美国 这种做法自然使投资者不满 金融市场恐慌 近期美股走势以及美国经济发展 既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够拿出务实有效的经济政策 更取决于能否认真对待疫情防控 以上就是今天的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